中天独家新闻来看到 国军所举办的联合运动竞赛 特别像台北师范大学寄了场地 但没想到呢 全校禁止抽烟的校园 竟然是有人戴着内政部警政署的帽子 这些警察 一群人就围在一起 公然的违规抽烟 被抓爆之后呢 不只是有人赶紧的用帽子遮脸 还有人赶快的把烟蒂丢在地上 尴尬的离开 大热天 有人在树下 纳粮按摩 后方的警察趁控党抽起烟来 喂喂喂 这里是全面寄烟的师大校园 原本只有两个人吞云吐物 没过多久又有同伴加入 哈烟行列 没带烟吗 没有关系了 这位警察超有同胞案 马上扇出有一只手 分一只烟给同僚 看看他们的头上 戴着袖有内政部警政署的帽子 却随地乱丢烟蒂 公然违规 还真是丢尽人民保姆的脸 大学这里是禁烟的吗 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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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抓包实在也有够糗 有人赶紧用帽子遮脸 还有人急着把手上的烫手香烟洗面 但就跟你说 这里是禁烟的师范大学嘛 找不到烟灰缸 只好顺手把香烟丢在地上 人民保姆犯规 校方消极回应 但新的烟害防治法上路 大学校园虽然不必全面禁烟 但包括师大等多家学校 早在新法上路前 就宣布全校禁烟 警销界场地比赛 却勾然违规 不只可罚2000到1万 还让警察猛羞 真正台北 综合报道 好 这里